是陳高嗎 當然 沒有…但不是陳高… 新門高粱 確定嗎 我聞一下就知道了 可是配了古瓜喔 這可以開嗎 要不要讓它蒸發掉 因為我有些酒真的太老了 真的被蒸發 你知道就斷頭了 對 是高粱沒錯 不是 高粱 我跟你講這個有塑化劑 你這個用的尺寸要用好一點 我從以前塑化劑出來 我都不擔心的 我從小就這樣吃 我從來不管 這個還是長得健康 快樂 沒有 我先一個重點 我們金門裡面的任何人 我覺得只要在根據有關 他不會隨便放別的酒 絕對是金高 我覺得這個味道不一定是陳高 我覺得這個味道很特別 這個味道聞起來 已經不像是高粱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它有一點點 中藥的味道 沒有…它是因為塑膠 這個塑膠會不會產生嗎 塑膠會不會產生嗎 塑膠會不會產生嗎 不…不是 跟塑… 那個…老爺 真的沒關 不是 塑膠不會產生 那是中藥 沒有… 中藥… 中藥… 不是 老爺 我跟你講一下 那個跟塑膠絕對沒關 它就是苦瓜 所產生出來的那種味道 可是它有一點塑膠的味道 是苦瓜的味道是不是 沒有… 這一個不用那麼嚴重 可是它是中藥的味道 我一樣講好了 我那邊也有人送我 從韓國帶來的 那個人參長大的裡面的人 有是一樣的道理 只是人參味又更重 你知道嗎 要不然我們現在可以帶 那個人參在裡面長大的 能不能喝… 能不能喝 那就意識一下好了 好 意識一下 意識一下 可是我可不可以不想喝 放苦瓜的目的 是為了苦 還是因為人參是滋補吧 當然苦瓜 苦瓜是降火的 是啊 它有它的 它有它的酵素 對 身體不錯 我們派一個代表就好了 來 我們請林老師 幫我們品嘗一下 因為這個已經泡很久了 不是 這像小孩子 吃東西我不太想喝 其實很香耶 好香喔 它就是有中藥的味道 它這個喝下去 是不是也能夠像那個 之前我們講說 吃苦瓜能夠什麼 解熱還是情熱 解毒 解毒啦 苦瓜是不錯的植物啦 你想想看對不對 年紀人你真的什麼都敢 不是 我來他們這裡沒什麼都敢 很好喝 很好喝嗎 真的 那你喝一點啦 來喝看看啦 我騙你的啦 所以那個 教授我們今天就要 估這兩瓶嗎 這沒有價錢的啦 這要估嗎 有一點那個味道 算了 我們還是不要估好了 好 我們當然要喝 但是這兩瓶酒 一樣是苦瓜嗎 不是 這是什麼 這個是真的 算是圖裡面挖出來 到底怎麼出來不知道 這是我的畢業的 很中心的學生之前送我的 因為他說我是禁酒董事 可能他家可能 你不要一直強調你是禁酒董事 我講這個原因 是因為他可能 父子被的這個 這個可能在裡面 找出了一個酒 那這個酒跟禁酒有關 所以他就拿給我 可以打開給大家看嗎 好啊… 當然 這個只是報紙裝而已 當然可以打開 為什麼他用這種報紙裝這樣 但是他們這個 為什麼他用這種報紙裝 而且這報紙很舊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就比較興趣 你看老師 那個酒我們先不要看 這兩瓶酒先不要看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報紙 報紙老師有選過 來 什麼 地劫良緣 然後呢 金榜提名 這是民國幾年啦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金門日報耶 對... 金門日報耶 中華民國99年的報紙 99年 99還好啦 還好啦 這也是99年 滿少見的 那個也是嗎 對...這樣子也是99年 好 但是這兩瓶酒的話 那真的是出土文物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對那兩瓶酒呢 這兩瓶酒呢 我們先看一下 它的酒呢 只剩下大約 應該四分之三跟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 差不多啦 我們跟蔣介 在三年前我拿到的時候 它其實這個還在這裡 三年它又消失了一些 我好害怕說再三年 所以是保存 對... 好 來 我們看一下風口的地方 現在去聞可以聞到味道了 大家看一下這個瓶頭的地方 瓶頭的地方 然後呢 應該是 這一瓶是不是有點剩的感覺啊 沒有 它風口秀石 風口秀石 已經腐蝕了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這個秀石的這一個呢 時間我們看一下 看得到 特級高粱酒 然後金門酒廠出品的 我們轉過來看一下 這上面呢 有一個... 看不到 我看過 原標章 那可以那個... 老九齡可以...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好 我如果看得沒有錯 應該是六十八年 我看一下 六十八年喔 嗯 好 因為它現在蓋的... 它上面蓋的章是原蓋章 就是圓形的 時間的標章 那一定有一個斷代啦 就是那個年代 是什麼時間點以前 他們會用這個所謂的 圓形的時間標章 日期標章 好 六八年嗎 六八 好 這個呢是六十八年的 好 接著呢 六十八年到現在多久了 好 來 再過來呢 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呢 這一個前面這裡呢 有一個標章 然後呢 金酒出品 也是一樣特級高粱酒 轉過來看 好 這一個呢 我就看不太出來了 這不太清楚了 給大家看一下 上面的時間標章 已經看不清楚了 我看一下 可以 那給那個老九齡看一下 老九齡應該可以看得出他的時間 不一樣 真的很模糊 我如果推估的話 這兩瓶應該是一起的 因為這個我剛剛 後來我才發現 他抱著年代是一樣 昨天以為不一樣 其實他 我覺得是一起出來的 可是感覺起來好像不太像 不太像是一塊出來的 可能他保存 放的位置不一樣 好 這個就感覺顯得比較 更舊了一些 好 那聶教授 你有沒有給金酒公司的人 沒有人顧過這兩瓶 這個是66年 沒有 這個大概是66的 這個比較早一點 因為它上面有這個原因是 63年 一直到68年上面就有這個圓的 對 那68年底 像6970年有鋁蓋的 就沒有這個圓圓 那你的意思是說 這一瓶也是68年以前的 當然 這兩瓶都是68錢 對 這一瓶的時間呢 大概是66 66 更老而已 這個要喝一下 要喝一下 你要喝哪一罐 喝一點點 你要喝哪一罐 說 等一下不完再說 你剛剛不是說不開人家 那個沒有開過的不好意思 這兩個反正都不開過 這兩個沒有開過 完全沒開過 它是蒸發掉 開過 那我們喝了就當作它蒸發 等一下 我們跟你找特別的時候 他已經在跟你講了喔 有意思喔 什麼 你剛剛講什麼 特別的時候 大家找一個特別的時候 他哪叫大家 大家是幾人 以上是大家 兩人以上位是大家 位置中 好 來 我們請老九霖 幫我們顧一下 一個是68年 一個是66年的 好 這兩瓶酒呢 一起顧還是分開 一起吧 好 這兩瓶酒呢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錢 我不會收購 我 如果是完美的話 這樣一瓶的價錢 都有一萬塊以上 完美喔 但是喔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不收購的原因是 如果我今天跟他收得很便宜 他會恨我一輩子 因為已經得罪了大陸的孽家的人 再得罪台灣的 又是金酒董事 但是不用混了 那如果跟他估高的話 我賣給客人一定很容易 很大的比例會造成糾紛 那我跟各位解釋一件事情 第一個 像這種鋁蓋的高粱 它的酒如果蒸發太多 開起來味道都已經百分之九十幾 都是不好喝的 第二個 台灣第一次的這種金門高粱的拍賣會 它拍的價錢很高 一瓶酒像這樣五十幾年的鋁蓋的 它拍了十七八萬 好嗎